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多的故事我就不剧透了 有兴趣可以自己找书或者电视剧看 只是其中有一个桥段我很感兴趣 这个桥段的正史中也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 这就是一代赵事件 正史中的记载是汉县帝用血在裤腰带上 写了一份要求各位忠臣讨伐曹操的赵书 居济将军董成接受了一代赵 号 赵义干人等起兵返曹 失败被诛 于是 从汉室的角度来看 董成就是一个对大汉斥展中心的纯臣 用生命补洗了一句忠诚的赞歌 然而从史料中来看 在汉县帝颠沛流离的一生中 董成所扮演的角色或许并不必草草光彩 李雀公司两个叛将反攻长安之后 汉县帝彻底为了天子的尊严 所处环境和丐帮少帮主差不多 后来李雀公司的部将董成等人 保着汉县帝逃离了长安 在路上 保驾的君族要去抢皇后手上的绸缎 皇后的侍从祖兰 被一刀扛辞 鲜血甚至梦见到了皇后的身上 而这群无法无天的君族就是董成的手下 最开始曹涛是派曹红去迎接流邪的 但是被护众流邪的几个将军合力击败了 打败了曹君之后 流邪手下的将军们又开始了内讧 其中有一个怕打不过对手 向曹操求援 寻求可做 这对曹操来说 无疑是打瞌睡别人扔来个枕头 他立刻出手 让流邪成为了自己手中的天子 这个闹内户 最后把曹操引来的 也是董成 彼时的曹操还没到为所欲为的地步 对流邪还保持着臣子应有的礼数 所以林林总总的证据都说明 可能在汉县帝心中 董成的可汉程度大约等于曹操 而且资质通鉴有这样一句话 狙忌将军董成称 授帝一代中密诏 注意那个称字 说明接受了流邪一代赵凤子讨贼的事 完全是董成自己说的 到底流邪是不是真的给了董成反曹授权 没有旁证 再看看如果董成成功推翻曹操 流邪会有什么好处 按照董成抢皇后私仇的过往来看 这个人并没有曹老板的兄弟 才干就更不必输 所以流邪如果落到董成手里 很大可能只是落到第二个曹操 不对 董卓手里 作为东汉公司名义上的董事长 对流邪最有利的局面 就是曹操和董成两个实力股东互相消耗 打得你死我活 他这个董事长才能于翁得利 翁生发大财 而董成的覆灭 意味着曹操一家独党 董事长位置的一手已经不可避免 二 历史虽然发展了几千年 但人性是没变的 如果把皇帝比作老板 大臣比作打工者的话 也依然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汉县帝与董成还有曹操的三角关系 有些老板是不希望员工太团结的 因为老板和员工按照资本论的解释 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天生阶级对立 因为在老板看来 最佳的状态是员工不要工资 白工作 在员工看来 最佳状态是不工作 白拿钱 我们都知道 无论哪一方的最佳状态 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于是双方就都要互相妥协 达成一个平衡点 如果平衡被打破 那就只能一拍两散了 而如果员工铁板一块风吹不进 水波不进 可老板一条心还好 不一条心的话 老板的指挥权就会大大受限 股份这公司搞不好 再出个赵匡议这样的人物 所以为了让员工不这么团结 老板一般有两种套路 第一种说 不好听点叫往狗群里扔一块骨头 说好听点是内部竞争 美国废除黑奴钱 美国南方种植园的白人奴隶主 特别喜欢绑出一个黑人模反 说他辛苦工作 任谋任怨 所以每个月可以多获得一些粮食和报酬 而对于那些吃不上饭 对奴隶主不满的人 则批评他们工作不认真 没法养活自己的家人 是因为自己工作不够努力 有了这样的内部竞争 员工们自然会把精力 全都用在争当模反上 而没工夫去研究自己 是不是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 而且为了争模反 大家必然玩了命的工作 老板自然笑哈哈 第二种就是扶植一批人 打击另一批人 东汉一直受两个问题困扰 外戚和宦官 外戚就是指皇帝舅舅家的那批人 汉顺帝的大舅哥 梁继在汉顺帝死后 凭借着外戚勋贵的身份之首这天 年幼的汉智帝 只是言语了他一句跋货将决 舅 被毒死 在继位的汉桓帝恨梁继恨得牙都痒牙 但无奈 军政大全都被梁继的党与门徒控制 想要走正规渠道夺魂领导权 无异于痴人说梦 于是汉桓帝只能从身边的人发展自己的势力 和皇帝最近的人自然就是宦官了 后来宦官帮汉桓帝砍死了梁继 但没想到宦官又做大了 于是东汉末年就变成了宦官和外戚之间的惨烈薄杀 皇权反而一落千丈 所以驱虎吞狼这一招慎勇 搞不好就会玩火自焚 三 有些老板也不喜欢能力太出众 而又自我意识太强的员工 太平天国在起义后的一场战斗中 清军的攻势十分猛烈 眼看太平君就要挺不住了 生死存亡的时刻 创始人之一的杨秀卿 突然口吐白沫 四肢抽搐 大伙都以为杨秀卿跟范围一样 嘎的一下抽过去了的时候 杨突然口中念念有词 说自己被天赋附体了 号召大家奋勇杀敌 不要总就是干 当时的人比较于 没 再加上太平君的理论基础 就是拜上帝教 于是军心大振 取得了那场战斗的胜利 后来洪秀卿自封为天王 称万岁 杨秀卿是东王 九千岁 看起来洪秀卿比杨秀卿高一级 但实际上 两者完全掉了个个 从能力上来说 杨秀卿军事能力十分出色 比不懂打仗的洪秀卿 不知道要高到哪里去了 一到需要打仗的时候 其他的王只能听杨秀卿的 洪秀卿根本不能 也不敢乱指挥 从影响力来说 自从杨秀卿第一次起飞之嘎一下抽过去之后 大家伙就真以为他是天赋下凡 这就让洪秀卿的位置非常尴尬 因为他号称自己是上帝的二儿子 耶稣的弟弟 从法统上来说 父体杨秀卿的 差不多是父体洪秀卿的爹 而且第一次抽完之后 杨秀卿尝到了甜头 特别是定督天经之后 有时没事就抽一把 只要是洪秀卿的决定不合自己的心意 就要抽一回 都快形成条件反射了 洪秀卿又不能戳穿杨秀卿 毕竟揭露了杨的骗局 也等于说太平天国的理论基础 是建立在吹牛逼上的 所以只能按清按别 后来洪秀卿实在忍无可忍 用了上文中的第二招 联合北王为昌辉做掉了杨秀卿 而杨死了之后 唯有成了最大的威胁 之后一网石打开挺身而出 才彻底平息了这场史称天经变乱的内讧 这时的洪秀卿已经被吓破了他 对于手工之臣石打开也怀疑起来 将自己的两个哥哥洪人发和洪人打 分别封为了安王和福王 名义上是帮助石打开处理工作 实际上就是监视石打开 最终惹得石打开心灰印了 带兵出走 能力出众的员工往往个性也很出众 老板们难以驾驭 所以很多老板宁可使用听话的老实人 勤勤恳恳的老黄牛 也不愿意用这种刺头 四 很多老板在跟员工训话的时候都愿意提一点 工作上我们是同事 生活中我们是朋友 如果说你真的把这句话的后半段当真 把老板当作朋友 不拿自己当外人 那你很有可能悲剧了 即便你原来的朋友后来成了老板 把你招致麾下 也不能像纯粹做朋友时那样随心所欲 否则很有可能有意的小传说翻就翻 陈胜还是个屌丝的时候 曾经跟朋友们许下了狗富贵 互相忘的承诺 等后来他成王之后 也真没忘了这句话 把自己旧时候一起种田的哥们都请来享福 然而他的这几个哥们 还以为陈胜还是以前那个陈胜 一点不给陈胜的面子 在大道边直呼陈胜大名 公开场合不叫朋友某总 而是叫他狗蛋儿 说陈胜宫殿装逼 没想到你个穷X还有今天 没事就聊陈胜种地时候的糗事 你朋友在你公司里 天天说 你小时候偷看别人洗澡是种什么体验 陈胜后来终于受不了了 于是找个借口杀了其中一个哥们 其他几个一看 这才知道陈胜已经不是当年的好兄弟了 可以跟搁几个动刀子了 于是就都留着大吉了 五几千年过去 人性依旧还是那个人性 只不过好一点的是 现在人工作不顺心 大不了跳槽就是 怎么着也不至于惹上杀身之祸 而上述的这些现象 几乎每个老板身上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 有些老板套路用得好 能平衡好自己和员工之间的利益 让团队充满干净 有些老板手段差一些 就最终搞得公司离心离得 你们地老板又是什么样的呢 当然了 飞碟说地老板还是很好的 阅读原文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这些人是什么样的